《继承者们》当年在中国是真的火 第二次掀起了韩剧的顶峰 李敏昊成为了最火的韩流明星 在这一部剧播出的那一年 她登上了中国的春晚 节目影响力第一 人气高的连当时的央视女主播张全霖 都在微博上调侃吐槽 杨幂等人在微博上直接表白 真是火得一探糊涂 除了男主李敏昊女主朴信慧 也成为了大热的女星 男神收割机的称号就是从她开始的 那时候湖南卫视的小年夜请她出场 她的待遇比当时大伙的唐烟都好 何老师黄晓明等男艺人围着她转 全程都在捧她 巴沙慈善夜晚会邀请的明星都是大腕 朴信慧也在受邀之列 也从侧面看得出来她的咖位 除了这两位配角们也很出彩 金智元 金宇斌 郑秀金等也是大热的韩星 如今七年过去了 这些主演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男女主走寒流下坡路 韩国男星都摆脱不了浮兵役的命运 两年回来大事不再 尤其在走寒流路线的男星 李敏昊即使在总统为了输出寒流文化下晚入伍 可是也摆脱不了热度下降的颓势 入伍之前她也着急着转型拍了电影《水花不大》 也在入伍前跟女神全志贤合作了《蓝色大海》的传说 希望能够像玄冰一样 在入伍之前有一部大热的韩剧 支撑热度 可惜这一部剧虽然小火 但却不敌当时的鬼怪的大火 希望落空 退伍之后毕竟也曾经是大热的韩星 肯定是有强大的人气基础在 她付出的第一部戏是配置很高的《永远的君主》 搭档90后中午录小花金高盈 和名编剧《金恩书》合作宣传 都在等待着王者的回归 只能算是时运不济 遇上了夫妻的世界 收拾不好 虽然开播之前众望所归望重瞩目 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失望 退伍之后第一部剧没有引起任何的水花 反而却坏了口碑 韩流在走下坡路 曾经的顶级韩星也在走下坡路 李敏昊如此 朴信慧也是如此 她是大热的韩剧女主 童星出身 外形不算靓丽 所以影的部分的女粉丝很不满 在继承者们中 轻轻松松地被女二女三碾压 可还是经不住人家的大火 这部剧之后又合作李中硕和玄斌这一类 新老韩流男星 虽说也算是有热度 可也不是从前 看朴信慧的演技和出身 应该想走中午路 90后的女演员出现断层 在中午路走得也很艰难 韩流路线也在衰退 如果还不转型 未来很难走 出彩的配角们戏外也出彩 这一部剧应该是配角光芒 远胜主角光芒的一部戏 里面的男二女二霸道的又让人 强强联合 孤独承受 是最受欢迎的男二女二 男二金宇冰 当时的热度丝毫不输灵敏号 很多剧本都在投票 两人谁更受欢迎 同样是大长腿 同样是霸道总裁 可戏外的金宇冰 是一个善良 又让人心疼的人 在走红不久 电影拍摄期间 查出来鼻咽癌 不是初期 很快就接受了入院治疗 经过两年的长期治疗 恢复身体 而金宇冰前段时间还被传出 患上新冠肺炎 虽然是谣言 可让人心疼 他的颜值评价成两极 他的时尚表现力 一直都是顶级 如今终于苦尽甘来迎来复出 女儿 金志源应该是韩剧中最受欢迎的女儿了 她高贵冷艳 时尚靓丽 而且又聪明高冷 天生的自带气场 对比之下 女主真的是弱爆了 现在重看 还经验于她的美貌和气场 在戏外 她出演女儿比较多 都是大热剧的女儿 因为长得像金泰西 被称为小金泰西 基于这样的称呼 也看得出来 韩网友对她的喜爱了 看金志源发展路线 是想好好地演戏 走中午路路线的 好在演技还不错 未来可期 结语 这一部韩剧真的是当时争火 现在看来主演们也有各有各的发展 韩流不在 韩流明星热度不在 只有演技和实力才是硬道理 也是女儿男儿走得更顺的原因吧 金秀贤新剧收视日益走低之际 连续五周 力压 持昌旭 称霸韩剧话题榜 退伍之后的金秀贤 在电视剧的市场继续活跃着 退伍之后的她 很快就接拍了在韩国女明星 徐瑞芝的新剧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作为退伍之后的付出之作 金秀贤方面对这一部电视剧 也是期待颇高 但是电视剧的收视率 却似乎不太让人满意 现在电视剧已经播到了第十集 但是收视率却下降到了4.2% 和上一周相比 又下降了大约0.8% 这样的成绩 让许多对金秀贤期待颇高的人 大跌眼镜 据相关的方面总结 这一部电视剧收视逐渐低迷的原因 似乎不在主演的身上 而在于剧情的设计和人设 女主高文英的人设 是一位性格很酷的人气女作家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有些观众发现 高文英的性格逐渐软弱了下来 慢慢地背离了原本的人设 有网友猜测 这是想让女主更贴近大众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改变 却让女主失去了原本的闪光点 此外的剧情设置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群戏过多便是一个让观众很苦恼的地方 看不到自己想看的演员 久而久之收视率不高也就不意外了 不过虽然收视率不太让人满意 但是这一部围绕着精神病院里 男看护和高人气女作家之间的爱情故事 却连续五周登顶韩国最具话题电视剧拍行榜 力压了同期由女演员李敏珍主演的电视剧 结果一次了 和池昌旭金玉珍合作的便利店《星星》 而精神病的两位男女主金秀贤和徐瑞芝 也霸榜最具话题电视剧演员的前二甲 针对两人的讨论层出不穷 两人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对于这一部电视剧的剧方和金秀贤方 都对该剧集给予了厚望 除了预定好的宣传之外 金秀贤也总是在自己的社交主页更新动态 似乎意在催促粉丝和他一起追剧 为了唤起大众的兴趣 日前剧方公布了一张两人的合照 照片上的徐瑞芝和金秀贤紧靠在一起 注视着镜头 开怀大笑的甜蜜气氛 让两人的CP粉直呼发糖了 也有人说两人真的很像夫妻相 一部电视剧总是要迎合他所需要的涉及的市场 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 精神病 这一部电视剧在题材上更贴近年轻人的审美 得不到大人的青睐 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因为收视率不高的缘故 男主金秀贤挑选剧本的眼光 开始有一些被人质疑了 退伍之后的第一部剧本需要精挑细选 但是金秀贤这一次的新剧 收视率却每况愈下 是不是金秀贤看走眼的缘故呢 因为曾经主演过来自星星的你而大火 许多人把这两部电视剧拿来做比较 如今精神病的剧情已经过半 在收视率上想要达到心理那样的高度很难 但是许多人认为在剧本的内涵方面 还是金神病更高一筹 金神病走的是暗黑童话风 略显神秘的女主高文英 让整部电视剧充满新奇 这也是这一部电视剧讨论度最高的一个原因 从目前来看 金神病似乎有高开低走的趋势 但是剧情的高潮还没有到来 最后的收视率会怎么样 我们也暂时无法下定论 您认为金秀贤的新剧怎么样呢 金秀贤为了新剧努力的营业 累到在片场打盹 惹人心疼 村花的造型圈粉 韩国顶流的男星金秀贤 和新生代女演员徐瑞芝 主演的新剧 虽然是精神病 但是没关系 自播出之后 收视率高达了7% 占据同时间段的第一位 在热搜榜上从未让步 当地时间7月4号 金秀贤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在片场的日常 疲惫到随处打盹 视频中金秀贤在拍摄间隙打盹 坐在床上的她 头埋得特别低 身体摇摇晃晃地像极了 在上数学课时 后排犯困的同学 看到这样 为了给观众呈现最好的剧情 每天都努力营业的欧巴 实在是让人心疼不已 金秀贤听到了工作人员 韩准备的时候 她瞬间惊醒 满脸呆萌地看着周围 不愧是当服兵役期间 都会晋升的娱乐圈三号学生 爱港敬业第一名 除了拍剧现场的日常 金秀贤还会跟粉丝们分享了一组 乡土气息十足的照片 她身穿着白色的积蓄和灰色的居家裤 插着腿 坐在阳台边缘 难道这是在扣色 乌塔房屋世子 最后换上一身深蓝色的卫衣 走到乡间 双手插在裤带里 摆出了谁也不爱的姿势 她倔强的眼神 看着远处的石头 耳朵上还别着一朵粉红色的花 一时间不知道是村长家的傻儿子 还是妩媚呆萌的村花在摆造型 这一波操作又缺粉无数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 金秀贤的演技就像她的颜值一样 一直都在攀升 相比七年前 火遍大江南北的来自星星的你 如今她多了一份成熟 这一部剧的女主徐瑞芝 虽然不像全智贤 演技娴熟 但却也是一个努力的演员 曾出演全智龙的 《我们不要相爱》音乐MV 可言可甜 实力不容小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